我们继续来谈19号提案 这也是一项修改加州宪法的修正案 它会更改某些财产税的规则 那么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我们是否应该来修正加州的财产税的规则呢 那么主要是针对某些特殊的房主 就是55岁以上的年长者 严重的残疾者 以及山火或者自然灾害的受害者 他们是否可以从一次增加到三次 可以将它评估的财产税的价值 转移到任何的加州其他地方的等值 或更低价值的房屋上 或者也可以通过购买更昂贵的房屋来获取优惠呢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主要是针对继承人来说 继承人继承父母或祖父母的房屋 如果他们不是自住的话 就必须以市场价格重新来评估 继承房屋的财产税应该缴多少 那么背景就是现在的加州宪法规定说 这种的转移财产税的价值 只能转移一次 而且是只能转移到 某些特定的均线当中 那么第二条就是说 继承人始终不管自住与否都可以保存继承的房屋的房产税的价格 然而继承的农场只获得有限的优惠 那么来自加州立法分析师的中立的分析 就是说第19号提案就会把这些特殊的房主的转移次数 从一次增加到三次 同时的话对继承人更加的严苛 如果不是自住的话 而且如果即使是自住 他们在父母去世或者祖父母去世后 一年内不迁入的话 对不起 他们继承的房屋将按市场价格重新评估 这会增加很多的税收 那么这些税收怎么用 就是州里面会成立专用的防火基金 用于地方政府也好 学校也好 消防也好 那么在收税方面的话 它的收税成本州里面会降低 而现一级的收税成本会增加 我们来看一下支持者有哪些 反对者有哪些 你可以暂停来好好研究 但是我必须指出说 因为它会将增加的税收用于消防员 所以消防员非常支持 同时它也会增加房屋买卖的次数 所以房地产经纪人委员会 或者协会 他们是非常的支持 那么我们来听听看 支持者怎么说 这些都是倡导团体的依据 需要您来判断是否准确 那么倡导者说 我们首先对于这些年长者 和三伙受害者或者是残疾人 那他们的这个转移的次数 从一次转移到三次 同时呢 能够关闭所谓的继承房产的 税收漏洞 增加的税收呢 就会用于当地的消防学校和地方政府 提供更多的资金 那么反方呢 也是一群的倡导的团体 他们的依据呢 您也要独立来判断 他们是说实际上呢 在2018年的5号提案 就已经提到这一点 那么结果呢 没有通过 所以呢 还是维持在一次 那么既然在两年前已经投过票了 为什么要这个再过两年 还要在卷土重来改为三次呢 另外呢 就是所有的这些的提案 就是能够让加州征税 而让州议员们不用在金打 支出上的金打细算 那么同时呢 也会造成较小房屋的这个 竞争的加剧 造成房屋市场的混乱 我们来看看这个竞选经费 哇 简直是黑白分明 我们看到说 支持者 他们居然募集了4000万的美元 而反对者是募集到了4.5万美元 主要是纳税人 那么很明显可以看到说 纳税人就希望少纳税 而这些的什么房屋经济呀 或者是这些得力的这个专业消防员呢 他们都慷慨且难 想要这个提案通过 那我们的结论就是说 如果你能投赞成票的话呢 就会将这个转移的次数 从一次变成三次 同时呢 会让这个继承房屋者 缴纳更多的房产税 而你投反对票的话呢 就是现行的房产税的规则不变 这个需要多数表决才能通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